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现在和未来最好的方法 传承是要迅速地救人 现在传法到人的身上有两种 一种是大传 就是利用现代化的网络 通讯等 一种是小传 就是一个一个的传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观世仪菩萨有求必应 成功化解工作上的困难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 销售总经理让我联系酒店订四间客房 有客户来公司 我联系酒店预定了房间 第二天 销售总经理说客户不来公司了 让把订的酒店退了 由于忙其他事情 忘了给酒店的客户经理联系 第三天 酒店客户经理联系我说 昨晚的客人没来酒店住吗 我猛然想起忘了退酒店 无论我怎么道歉解释 酒店经理坚持让我们公司出费用 说预定的房间不住又没有退房 导致其他客户住不了 造成酒店的损失 酒店不承担费用 公司也不会承担费用的 只能自己承担了 心里感觉挺难过的 下午下班路上 我不停地念姐姐咒化解和酒店经理 及他领导的冤解 念心经 念7829心灵密码 我真心忏悔 是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 念完后 我停在路边给酒店客户经理打电话 没想到 客户经理语气非常好 一直姐姐地称呼我 与上午联系时 判若两人 酒店经理说 这次已经录入酒店的账了 先把账结了 以后把这间房补回来 事情圆满解决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万分感恩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2020年孩子工作受到了影响 他们单位几乎没什么效益 一直延续到2023年停发工资 公司濒临破产倒闭 没有经济来源 孩子生活陷入困境 为此事我很郁闷 但又束手无策 孩子一直发简历求职 应聘了很多份工作 都是年龄问题 面试完就没有了下文 听到孩子跟我诉说求职的困难 我赶紧求菩萨保佑孩子 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 为此我许下如下愿力 1.放生500条鱼已经完成 2.念一万遍准提神咒和解节咒 三个月内完成 3.念6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其中7张用于化解冤结 已经完成 2024年元旦的头香 也是祈求菩萨保佑孩子 能够早日找到工作 同时转赠我30%的功德给孩子 2024年1月13日去孩子家 孩子告诉我 已经找到工作了 其实已经工作三四天了 孩子没告诉我 我知道孩子工作落实了 内心万分的高兴和激动 忍不住热泪盈眶 心里一次又一次的 无限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孩子跟我说 妈 这份工作真神奇 我当天发的简历 当天就接到电话 第二天面试 第三天上班 真是太顺利了 佛力不可思议 法力不可思议 我们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始专题 正信正念 找回般若二 下 二 为何要正信正念 修出般若智慧 找回般若智慧的重要性 三 佛法开始片段 十四 大智慧就是望我付出救度众生 让世界有更多慈悲 拥有大智慧才能到达彼岸 摘子 随缘患得佛性 来慈悲人间得真谛 2015年1月21日 马来夏宾城 世界佛友见面会 如君洪台长 开始摘要 下 学佛真的是用心的 你们大家知道 你们都会念心经吧 我告诉你们 心经为什么厉害 心经实际上是 般若心经的精髓呀 也就是说 智慧的精髓呀 所以 过去 未来 现在 三世诸佛 都是 是依旨般若般若密多 也就是说 大智慧到达彼岸 记住什么叫大智慧 大智慧的学佛人 就是救度众生的人 就是望我的人 就是懂得怎么样 让这个世界更多慈悲的人 希望我们拥有大智慧 才能达到般若般若密多呀 正德菩提无上正果 也就是说 要懂得用般若智慧了解佛 证悟佛 修佛 懂得生死 了脱生死 所以了解生命的本原体 那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啊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你们给你们的朋友讲法 给你们的家人讲法 是不是一个一个的传啊 因天时不多 要用各种妙法救人 包括有神通 能让人快速相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